为弘扬华夏文明传承妈祖文化 8月9日 加拿大中华梅州妈祖交流协会 在多伦多妈祖庙成功举行了著名画家 曹明冉教授富贵君子徒捐赠仪式 当天 加拿大中华梅州文化交流协会 名誉会长陈玉言首先在现场发表讲话 加拿大中华梅州文化交流协会林天佑会长 和加拿大中华梅州妈祖庙吴真发董事长 及执行副会长吴秀峰 何建华 蔡开顺 带领协会及董事会成员 在众多贵宾的见证下 接受了来自中国的著名画家曹明冉教授 特别为加拿大中华梅州妈祖庙创作的 20米巨幅画卷富贵君子徒 林天佑会长和吴真发董事长 还向曹明冉教授颁发了 加拿大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高级顾问证书 普天仁他千千万万的科研过海 把这个马祖的精神文化转移到了加拿大 所以他这种文化的自觉感动了我 所以我就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 还是有责任来传播中国文化的 所以我很感慨 我就专门为马祖海参 创作了一幅22米仓的富贵君子徒 曹明冉教授说 他应加拿大莆田同乡会的朋友邀请 第一次来到加拿大 按照正常的时间 我创作这一幅仓卷需要在国内 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我在这儿提及用三天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十米仓卷 这个好像在一种冥冥之中 有一种安动力在加持着我 所以我就跟着赶交走 我在国内的时候还画一段听一听 画一段听一听 在这儿是一起合成 这可能就是与马祖的借缘 记者了解到 在多伦多的普及华人经多次商议 认为马祖是海上和平女神 也是莆田的文化名片 作为马祖的故乡人 传承与弘扬马祖精神亦不容辞 由旅居多伦多的莆田人牵头 成立了加拿大中华马祖庙筹备委员会 筹备委员会一行特地回到中国 前往梅州马祖祖庙 迎接从祖庙分灵的马祖圣像 护送马祖圣像来到多伦多 并在多伦多筹资兴建马祖庙 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马祖的慈悲精神 带到加拿大这边来发扬光大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在这里呢 请代表加拿大福教会 赞三金色 祝愿马祖文化发扬光大 将马祖的慈悲精神 普遍天下 让所有人都有慈悲 都有智慧 让大家的生活更加幸福 安堪阿弥陀佛 当天万锦市市议员赵善江 加拿大佛教会会长达义法师 全家华人联会安大略区共同主席钟新生 加拿大福建企业总商会会长陈凯 加拿大福建社团联合总会秘书长陈汉军 加拿大白球恩医学基金会副主席彭良健 加拿大华商经贸总会代表苏珊娜 加拿大福州同乡联谊会会长林爱民 中国河南龙门石窟书画院院长李祥民 加拿大福建青年会秘书长汤斯特 以及陕西省总商会副会长毛毅 中国国家新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王建伟博士 中国著名画家 牡丹第一师曹明染教授等人 纷纷到场表示祝贺 加拿大国会议员谭庚 安省省议员董涵鹏 万锦市市长薛家平也发来贺信 加拿大国际电视台报道 副来自于态备 朝来自立 二经议员 月 前